大家早上好 我是方姐 一个生活在德国的二婚小女人 是不是 干嘛在干嘛呢 在准备今天中午吃饭的东西 因为今儿要上班 对吧 昨天炖的大猪蹄子 哇炖的老香 但是吃的螺蛳粉太饱了 就没地方吃了 所以今天赶紧吃一吃 看这么一大锅 闻起来还行 挺好的 撑一点去 看这样子是不是 好大是吧 我也觉得很大 吃起来吧 还没凉透呢 让它冻起来了 这就是吃的很逆人 看 脚圈比较多 只有三个猪蹄子 偷的 再点汤 这个汤很浓了 看 浓郁的不得了 其实应该煮早炖黄豆才好 可以了够了 今儿的太阳真好 没有风 昨天那个风刮了 太大了 看看我家的花园 哎呀 昨天冷得不得了 冷死我了 今天早上就特别冷 哎呀 冷的就像有点像深秋 哇塞 我家的黄瓜和西洋柿 玩完了 哎呀好冷 就这个风吹起来 冷冷 涩涩的冷 看这个地方 这一道都是前面有个扫路的机器 壞掉了 正在一路扫呢 但是漏啊 在维修呢 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不然的话都工作白干了 最近S班在罢工 所以我们只能坐公交车 上个就是到这家花园来的 上个星期几 一期四啊 好像是 星期四就在这花园来的 挺不错的 这家花园 对 最近我们就坐在这底下 我们在窗户这上面是机场 上面这个肥皂 吃饭了 这个是萝卜 烧肉 然后这个就是 我烧的这个角圈汤 其实就是猪爪汤 现在我下班了 灯泡一定要换 在德国这里的话 他如果警察逮的 是你要有罚款的 好像是是吗 今天下了公交车的时候 我都差点忘了 我是骑自己坐来的 差点就上公交车了 后来才上起来 看人家这个葡萄 这个葡萄好漂亮 这边也是 这个葡萄 这种葡萄很甜的 很小很小很小的葡萄 他家的西红柿长得挺好的 我家西红柿 等会回家看看吧 核桃马上要吃核桃了 你看这就是核桃树 我们这边核桃很多很多 有的人都不捡 意大利也是的 在意大利 我记得2018年秋天的时候 我们到意大利去旅游 我摘了很多很多的板栗和核桃回来 核桃是吃完了板栗 我撒不垃圾的板栗晒干了 晒干了压根皮就剥不了 从以后再也不去捡板栗了 现在还有点想呢 想去捡板栗呢 它是小板栗可香呢 那种小板栗野生的 我老公问我 我说我们家的黄瓜还在长吗 我说我没出去看 昨天天冷没出来看 我现在看看 看看我家的西红柿 哎呀真的天一冷 它就不肯长了呀 看一看它的黄瓜 有两个差不多能摘了 两个 妈呀真的可以败掉了 那里还有一点 一点小黄瓜看 只有一两个了 摘下来吧 摘了三个回来 现在来搁一点我家的这个葱 看我这个花开的还行啊 这次开的 我发现这两个颜色怎么差不多呀 这就是我的葱 韭菜长得快了吧 到家烧好饭了 我们家的欧巴回来了 看今天炒了一个青椒炒虾仁 然后呢 西红柿炒鸡蛋 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好吃 饭吃好了 这就是明天的午饭了 看看我的这个 我要给它弄出来 这油啊好多好多油 带一点明天去吃 我已经把这个都分开来装了 可以分两顿 一顿吃不了 这个是猪爪子 然后放袋子里头 明天我带 等会就拌吧 拌点 就是 站着吃的那个料 就不用热吃了 所有的都打扫干净了 有人会说 为什么你们家都是你打扫 怪自己呗 太紧快了 他说我老公 哎呀男人打扫起来 你让他打扫 他打扫的也不干净 你还得再做一遍 是不是 那我打扫起来 就我这打扫的都不咋干净 摘的黄瓜 你看这边 再给大家看看 我擦的这个台子 也不是很干净 看吃吧 我现在吃个桃子 我喜欢脆脆的桃子 摇一口给大家看看 好 是不是很好 一口也这么大 我刚才已经吃了一个 就是吃第三个 到家吃了一个 吃完饭吃了一个 现在又吃一个 红红的 嗯 像桃子吃的真素素 小时候 我们家凝聚 我们家凝聚他家就长了 茅桃 然后没熟的时候 我们就去摘 然后呢 树上还有那个羊蜡子 就是那种昆虫啊 它那个毛是有毒的那种 一碰到就疼 咋里疼得不得了 也到人家去偷啊 那时候 自己家没有桃子嘛 穷嘛 夏天一般基本上没有什么水果 一年四季 都没什么水果吃的 所以到夏天啊 或者秋天的时候 看见人家有毛桃就栽 那个毛桃的毛很多很多 碰到身上养得不得了 那时候就喜欢吃脆脆的 还有我们家还有五月鲜的桃子 就是五月份 差不多到六月份的时候 它就熟了 正好是在擦秧的季节 我们家擦秧以前有很多好玩的 钓龙虾 还有就是 就是吃桃子 一般桃子都是人家有 我们家没有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帮父母干活干农活 放鹅 这都是我童年的时候 现在孩子真的是享福多了 没有像我们以前那么苦 但是那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快乐 真的 那时候 你的那种快乐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不易 当你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觉得很珍惜很高兴 现在的人就是因为得到的东西 太轻而易举了 所以不会珍惜它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没有了 下一个就会来了 所以现在的人真的是不懂得 感恩啊 不懂得来自不易啊 就是不懂得去珍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等会要洗头大油田 洗了头就睡觉咯 祝大家晚安 明天还得上班呢 说不定这个周五星期五我还得上班 好了 不耽误大家休息啦 拜拜